雪鹿老人 姓李 慧燕 自禀南 号雪鹿 法号德鸣 山东省济南人 生于民国前二十二年 往生于民国七十五年 享年九十七岁 老人出生于书香门底 从小聪明好学 凡经书典籍 诸家学说皆研读济诵 国学基础非常深厚 民国三十七年于大臣至圣先师 奉司官府主任秘书人类 以护送孔府文物之姻缘 只身随国民政府来台湾 在台期间 专修专红净土法门 全心投入于红法立身之事业 老人皆成净土宗第十三代印光祖师之法脉 一生立身行事 画人无数 影响所及 遍及海内外 从他的诗 为感心肠热 全连暗路人 但能光照远 不惜自焚身 可以见到佛菩萨度众的悲心及忍力 许卢老人 视线居世身 以净土法门 自行画他 针对大众的问题 做简要详明之应答 去破明起物之功 后收录于佛学问答类编一书 在第十二净土类中 将念佛修行上诸多问题 一一答以解过 大吉金云 末法一亿人修行 喊一得道 唯一念佛得度生死 净土问答 影响众生深远 为使老人得责广批 故以多媒体方式 广演其言教 以其血如老人 剥若法阴 生殖民心 因导众生入佛智慧海 献身得清凉 来生正佛果 西方极乐世界 要从什么地方去呢? 要从内心自信离去 这要多听经文法 多看经典注解 才能了解体会 南谋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 南谋是皈依尽礼的意思 阿弥陀佛是一尊佛的名字 是无量至光 无量福寿的意思 包含 智慧 慈悲 神通 愿力 等种种的意义在里面 这意义要研读阿弥陀经 才能知道根本 或者多加研读 初击敬业指南 其路指规 学佛浅说 等书来帮助了解 这句话 如不加以了解 不但容易迷信 也容易产生退转心 阿弥陀经有提到 若有信者 应当发愿 生彼国土 发愿有哪些方式呢? 早晚课结束后 读诵回向文 就是发愿 但 这只是出于口的愿 若念佛时 能放下万元 一心一意 求生极乐世界 这才是发自内心的愿 另外 还有在特殊仪式中 以口头形式或书面形式发的愿 如果没有长期吃斋 在家里可不可以供养西方三圣像呢? 可以供养西方三圣像 但使用昏心食物时 应该用布曼遮住佛像 表示恭敬 还没完全断除习气的人 可以信佛念佛吗? 就是为了秉除世俗习气 才需要学佛念佛啊 因为习气还没完全断除 所以更应该精进念佛 有人说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同为一体 这种说法 对吗? 就法身而言似的 佛身可以分为 法身 暴身 及硬化身 法身是佛陀证悟的法性 是诸法的自性 无空间 时间的限制 所以十方三是佛 共同一法身 但就暴身 及硬化身而言 就不能说是一体了 暴身是佛陀从九元以来 以法身为因 经三大阿森奇节 修行具足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所成就的圆满暴身 而硬化身 则是佛陀为救度 苦难众生 方便说法 所化现的种种身像 没有吃素的人念佛 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虽然不吃素 人要做到不杀生 吃五净肉 如此才能不妨碍往生 女子 生理期 可以念佛吗? 这是女子正常的生理现象 并非有益不解 修持净土法门 最重要在有恒心 持续不断 所以尽管念佛 并无妨碍 念佛时 常常杂念纷飞 无法亲近 要如何改善呢? 念从心起 生从口出 因从耳入 如此的心念口诵耳听 自知清楚 久而久之 自然能一心不乱 念佛时念法 即可以往生 为何密陀经中记载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呢? 所谓时念法 并不是只念一次 而是每天都要做到 积年累月 自然善根增长 但此法是专为事物极为繁忙的人设立的 如果能抽空多念佛 那就更好了 刚生完小孩一个月左右 可以念佛吗? 要用口念 还是用心念呢? 念佛注重的是能够持续不断 生产是自然的生理现象 所以当然可以念佛啊 此时 不管是默念 或是念初生 都无妨 每天念佛 但仍然会打妄念不清静 要如何才能去除妄念呢? 这是念佛功夫上浅的原因 念久了 就渐渐能射心了 现在还不能勉强 若勉强 恐怕会不得要领 杂念反而越多 念佛时 佛号要清楚地起于心 出于口 再清楚地从耳朵听进去 用这方法念佛 妄念就会日渐减少了 佛说观无量寿经 上品上身章 所提到的修行六念 是哪六念呢? 修行六念 指的是 佛 法 僧 戒 师 天 六种 念佛若从未悬挂佛像 也没有焚香燃灯 或举行其他礼仪 会不会对佛不够恭敬呢? 家中若不方便悬挂佛像 只要面向西方 益存观想 心存至成 就有功德 至于礼拜 如果环境许可 还是实行较为妥当 所谓低头一拜 灭罪横杀 听很多人说 夫妻房间 较为污秽 不宜念佛 但有时睡梦中 会自然而然念佛 这样 不知是否有罪 曾看到一本劝世文说 行 做 立 卧 闲 忙 都要能够念佛 这种说法 对有无结婚的人而言 有差别吗? 在卧房或其他污秽的地方 不宜出声念 但默念则无妨 梦中念佛 是熏习日生的表现 是好的境界 并无罪过 在家居士 夫妇同修 互相勉励 有何不可呢? 修净土法门 要如何修 才是洁净呢? 修净土法门 有持明念佛 观相念佛 观想念佛 及时相念佛四种方法 其中以持明念佛最为辩解 是洁净中的洁净 西方极乐境界常现前 是否因法喜充满而产生的呢? 只是法喜充满 极乐未必会现前 如果极乐现前 法喜就更上一层了 心里念佛 心就是佛 心不念佛 心不是佛 那么念佛的心都是佛吗? 有这样容易的事吗? 佛就是决心 心是什么 无法用言语表达 心在哪里 无处寻觅 如果一定要追求 就是当前的一念心性 因佛源而起的心 就是佛心 否则就是他心 要从此处着眼 功夫方能得利 常常听说 参禅能够忽然开悟 那修净土法门要到什么程度才能开悟呢? 净土法门注重的是一心不乱 而不是开悟 求的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不急于断货 但是如果能恒久保持一心念佛 功夫纯熟的时候 修净土也能达到修禅的境界 若团体生活 不方便礼拜 合掌及高声念佛 只能默念 或有时取出两寸的佛菩萨圣像 合掌点头 这样 功德是否可以和大拜顶礼相同呢? 佛法注重的是心诚 团体生活 无法自由 可以方便为之 默念容易收心 以虔诚的心作理 同样有功德 念佛方法有很多种 可否同时采用两种念佛方式呢? 例如同时采用 持民念佛 及观想念佛 两种方式 虽然古人有很多例子 是观想与持民并行 但 自连持大师以后 渐渐只采用一种方法 因为这样 比较容易求得一心不乱 音光大师文超 劝人念佛 要兼念观音菩萨 以祈求消灾免难 难道念佛 不能消灾吗? 一句阿弥陀佛 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岂有不能消灾免难的道理呢? 不过 净土法门念佛 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若杂有其他的愿 恐怕不够专一 印光大师这番话 是为那些对了生死愿力不够确切的人 所说的方便说法 念佛若能念到不受外境干扰 自然巴风不动 还担心什么灾难呢? 周历盘陀且 根性与美 为何世尊不教他念阿弥陀佛 而教他念扫帚呢? 世尊教化众生 随机缘度化说法 没有固定的形式 当时世尊因一眼看见扫帚 便信手拈来 说出唯妙的真谛 对周历盘陀且而言 扫帚仅是两个字 都还会忘记其中一字 若教他六字弘明 岂不是更增加他的困扰吗? 所谓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平时 除念佛外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预防不被魔障障碍呢? 定力与戒德 二者具足 可以确除魔障 平时不信佛 也不敬佛 但临终时 有幸遇善之事助念 但本人仍不知念佛真理 这样还能往生吗? 往生与佛 全凭信愿之有无 临终者 需立即产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愿 神是跟随念佛 才能往生 否则没有注意 持往生咒与念佛 在意义上有什么差别呢? 往生咒与称念阿弥陀佛 功用上并没有差别 不过 凡简 难以不同罢了 某居士只专念阿弥陀佛 不念其他 连观世音菩萨圣号也不念 这种修行方式 是否可行? 这种修行方式 单刀直入 没有不妥当的地方 阿弥陀佛 接引众生的法像 是坐着还是站着呢? 接引像是站着的 是急迫接引众生 远离娑婆世界 而没有空闲坐下来的表法 念佛 愿生西方极乐国 是否也是一种贪念呢? 这是愿力 不是贪念 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证得无身法忍后 趁愿再来 就把娑婆世界众生 经典上提到 心极是佛 既然自心就是佛 那一心称念自己的名字 是否可以成就呢? 念心当可成就 但是 名字与心不一样 称念自己的名字 恐怕会增长我见 如果能不起分别心 采用属席或参话头等方法 也未尝不可 但这些都属于靠自立的修行方式 相较于净土法门的称念阿弥陀佛万德圣号 即可佛力与自立相互感交 在功德与修行难易程度上 就大有区别了 若家务繁忙 念佛方式 多为散念或心中默念 做定课的时间少 这样能有所成就吗? 如果能心中经常默念 就容易达念佛三昧的境界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 证客念佛回向后 接着诵念大悲咒或其他经典 不知是否有妨碍到证客 回向以后再有念诵 是属于别愿 所以只要不违背本修的宗旨 就没有妨碍了 看小说 看电影 唱戏 听戏 都会有忘我 或一心不乱的感觉 这种一心不乱 和念佛的一心不乱 有何差别呢? 小说 电影 戏 戏剧等 不外是会迎会道 悲欢离合的情节 观众随之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 如此因是心动神怒 怎么会是一心不乱呢? 所谓一心不乱 指的是万元放下 八风不遥 外离诸境 内若止水才是 莫学念佛时 指持名号 没有观想 但感觉思想无一定方向 不义集中 因如何改善呢? 佛号要发于心 出于口 入于耳 再印于心 要清清楚楚地念 一字不走 如始周而复始 心力就可集中 如果人无法集中 可同时采用技术的方法 一气念三句 再一气念三句 最后一气念四句 一共念十句 如此十 二十 乃至一百 若心思一乱 技术就容易出错 用这种方法念佛 最容易使心思集中 如果只有念佛 没有吃素 临终时 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若有助念 仍有可能往生 但还是练习吃素好 所谓 不结冤孽在 临终无障碍 如果无法做到吃灾 就从吃五净肉开始做起 临终重病时 痛苦非常 无法念佛 这样 能往生吗? 临终之时 是最重要的关键时刻 若不能念佛 就是颠倒 如何能往生呢? 此时 要赶快请联友助念 方为稳当 平常念佛 不间断 但如果突然遇到极难 例如被汽车撞死 不能念佛 这样 能够往生吗? 念佛得力的人 应该不会发生这样的奇获 但为了预防万一 平常就应该练习第一念先念佛 什么叫第一念先念佛呢? 例如 工作完成时 刚要转换的念头 第一个起的念头 就是念佛 如此 若养成了习惯 假使突然被汽车撞死 神是触经 但中英生出现以后 精定念起 此时 仰仗平时所养成第一念先念佛的力量 中英生也能往生 念佛未受五戒 未断淫欲 也能往生吗? 没有受五戒的人 若能做到戒杀 戒邪淫 同时 信 愿 行 具足 也有往生的可能 这是因为仰仗佛力 待业往生的缘故 但 仁应尽量避免这种状况 往生方能稳当 如果 贪 撑 吃 三毒 只能做到戒贪 吃 其中的撑会无法戒除 这样 可以往生吗? 是否能够往生 理由同钱 但 因实时练习忍耐 以免临终时育有恶缘 促心声称 例如 阿奇达王是佛陀注释时的一位国王 一生修行 心造塔寺 功德无量 但 临终之时 试着拿着扇子 帮他驱除苍蝇 蚊虫 但扇子却不小心掉落触碰到他的脸 让他觉得非常的痛苦 而当下产生了称心 因而使他堕落蛇身 这个例子 是学佛人很好的借尽 如果本身念佛 但家人对于宇宙人生另有观念 每当念佛听经时 常受到阻饶 这样 临终之际 能够往生吗? 家人有障碍 是处生业缘所致 应该要平心尽气 善巧画倒 不可以因此生气 另外 在末倒佛菩萨加倍 时间久了 家人自然会被感化 佛陀佛为了度化一个众生 不惜多劫受苦 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 所以只要能够持之以恒 就可以将障碍转为助缘 不要担心 性愿坚固的人 临终时 若无人助念 可否决定往生? 临终之时 痛苦昏沉 而且刹那影响往生之重 如果内心颠倒 或受恶缘干扰 就会妨碍往生 请人助念 则可预防这两种情况发生 但是 助念组织 并非到处都有 所以 建立佛化家庭 及广结静元 是平日必备的功课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幻生的 还是真的呢? 有存在的实体吗? 如果以真如来解释 西方极乐世界 无始无终 不真不解 舍此亡彼 非有生灭 怎能说是虚幻呢? 如果以色生来解释 怀疑西方极乐世界是假 然而 身在这娑婆世界 是四大与五蕴甲合而成的身体 真正探究起来 这躯壳其实皆无实体 怎么却反而误认为 这身体是真的呢? 念佛时 是否需要技术呢? 技术是很好的方法 一能收心 二能预防退转 念佛时 脏腹感觉清凉或温暖 不知是疾还是凶? 佛是修心 转凡夫有肉的八式 为佛的四智 四大甲合之身 偶尔感到冷暖或一时呼吸变化 与其胸无关 不必着想 有时做梦 梦见 诵经念佛 一字一句 奔明在心 毫无杂念 清净的境界 是平常所没有的 有时 还明知是梦中念佛 甚至希望继续持念下去 不愿醒来 这是好的梦境吗? 梦中如果能常念佛 不限其他境界 是见能专一的现象 梦中念佛当然好 但如果能醒来时 能敬念相继 那就更好了 净土法门以外的经典 大都没有课颂 只做参考 这样可以吗? 修行 贵在专一 参考经典 不妨广博学习 修持不专一 难以有成就 研究经典 不广博 恐难以明了真理 课颂经典时 常会遇到小孩吵闹 无法专心 因而起烦恼 课颂完毕后 就处罚小孩 这样 是否会种下不善的因地 但 如果不处罚小孩 任由他吵闹 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善 但内心却动恶 也不算是禁念 请问 这时该怎么办呢? 念佛本来能断除无名烦恼 只因心念不专一 反而更烦恼 就好像 阴暗的月亮 覆盖着黑云 实在使不得 做完功课后 处罚子女 使他规矩 自然是出于善意 并非恶心 但 应该恩威并施 内心不可真的发怒 子女不守规矩 是自己家教不言所致 也是自己招来的障碍 当发惭愧心而自责 能够这样想 就能调伏心性了 若有两个人 一个人专一念佛 另一个人兼参念佛是谁 如果两个人的信愿相同 那谁往生教有把握呢? 参念佛是谁 注重的是靠自立求生极乐世界 专一持名念佛 注重的是仰仗阿弥陀佛的愿力 戴业往生 这二人的信愿 其实是不同的 晚上睡觉时 常常在梦中念佛 而被惊醒 这是什么原因呢? 梦中能够念佛 是心念逐渐专一的好现象 念佛时 有时会回忆起数年前 从未回忆的事情 这是什么原因呢? 若念佛功夫深 杂念就会减少 总止偶尔起现行 就容易察觉过去的事情了 它部分阵吊 开休息日快乐 立即阳尔起 aviation 勞工夫缘回忆